女人有丰满的胸部让人羡慕 男人有大胸部就让人困扰了 高雄这名20岁的男大生 国中时胸部逐渐隆起 走起路来端端的 上大学后已变成逼罩杯 他打球时常被同学笑抖很大 偶尔还会被摸一把 饱受霸凌他很自卑 不敢穿背心减身T恤 日前下定决心做手术 医师表示有些男性女乳症 是因为肥胖造成 用抽脂手术就可以改善 那可以利用特殊的抽脂器 然后再加上超音波定位的部分呢 用单孔小小的 大概5mm的伤口呢 同时做到脂肪的抽去 手术两小时就可完成 那这些甚至有B到C罩杯的男性 男性朋友们呢 在手术之后都会得到一个 比较像男生胸膛的结果 整形外科医师赖雅威 最近两个月就收治 30多例男性女乳症患者 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 她是在夏天但是常常穿了一个 比如说帽T拉 或者是说一个铃身的外套 走进整间的时候 常常是弯腰驼背的 在自信心上面受到很大的打击 其中一名20多岁的男子 带女儿去游泳时 女儿被小朋友嘲笑 她的爸爸怎么会有大奶奶 于是鼓起勇气来铲平胸部 男性女乳症患者 在变成平胸后 就可以过着一般人的生活 动物新闻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